大家好,我是郑匡宇,欢迎收看郑匡宇每天三分钟激励你 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讲在事业上你如果想要做一些突破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 那大家都知道呢,我这一次啊,是拿到台北政府的补助来参加 slush的这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创新创业大赛 那么除了我会在会场里头呢 不断的介绍我自己的这个事业space for card之外呢 其实我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早在我来之前呢 我就主动联系了一些台湾的媒体 比如说什么数位时代啦 类似像这样子的媒体,然后跟他们讲说 反正我人都已经要到slush大赛了 那贵公司呢,应该也不会特别花钱 请记者飞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些报道 那么不如就让我,作为一个这一次活动的参加者 我除了自己参加之外,帮你多记录一些新创的团队 或者对于整个创新创业趋势的一些观察 我自己帮你写一些报道 然后寄回来给你 你们用最好,你们不用 这也是我公司自己的资产 也可以打我自己这个人的品牌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样一个思维线是什么呢 就是啊,你呢,把一些你本来就要做的事情 你永远在想办法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 如果你是这么想这么做的话呢 相信我,你常常会有一个原本你没有预期会有这样结果的事情 却因此衍生出很多其他不同的美好的结果 就好像我上一次,我的影片呢,入围了坎城角落 那么我在坎城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还顺便找了结合朋友 一起拍了一个一分钟的短片 还可以拿去参加一分钟短片的大赛 于是各位,我真的热切的 迫切的想要跟你分享这样的一个心态 让你的每一次的行动,每一次的出征都充满意义,创造价值